字幕製作人數字幕 哈囉!我到色樂 這是我今年夏天的第一罐可樂 說到夏天 我知道關於內搭有沒有超級多的問題想問 不過在回答這些問題之前呢 先來聊聊我為什麼要穿內搭 說到內搭時間就要拉回到國中的時候 不過老實說當時會穿內搭跟穿搭一點關係也沒有 純粹是因為我覺得當時的國中制服單穿的話不是很舒服 有時候穿了一整天下來回到家 就會發現胸前兩個小夥伴都會有點痛痛的 所以一開始其實不能說是穿內搭 而是為了比較舒適而選擇穿內衣 再加上我自己有點小潔癖 不喜歡汗流到外衣的感覺 所以在開始會自己選擇穿什麼衣服的時候 就漸漸養成了會分內外衣的習慣 不過說到這邊都還只是我的個人習慣而已 跟穿搭還牽扯不上關係 那在養殘運動習慣之前 我的身材是屬於比較單薄的 再加上我的身高不高的關係 實在是很難把衣服撐起來穿得好看 所以多套一件內搭在外衣裡面 我覺得光提升視覺上分量感差異就還蠻明顯的 看畫面你們就會等我在說什麼了 左邊是沒有穿內搭的 右邊是有多套一件內搭在裡面 多少看起來會比較有分量感 比較有精神一點 接下來才慢慢的跟穿搭牽扯上一點關係了 因為長期穿內搭下來 有時候不經意露出了下擺 意味搭配到的顏色 看著看著就覺得 嗯?好像還蠻不賴的 所以後來在買衣服的時候 就開始會特別注意內搭的這一塊 所以總結以上 我總會穿內搭的三點 第一個就是我的個人習慣 第二個則是為了增加上升的分量感 第三個才是為了穿搭 好那今天的影片就到 我們要開玩笑的 拉回今天的主題 因為做影片也一段時間了 這段時間還蠻意外的會收到很多關於內搭的問題 因為內搭一般看不到也不會特別注意 但沒想到不管是問答還是時訊 都超級多人在問 後來想了想 也許就是因為看不到 所以才要問吧 那上週呢 就在IG上 問了一下大家關於內搭的提問 整理了一下大家的回覆 想說透過這支影片 來分享一下我自己多年在穿 內搭這部分的一些習慣跟心得 那先來簡單分享一下 我自己在春夏秋冬的內搭選擇 春天因為溫度比較不穩定的關係 我通常會選擇比較柔軟 磅數沒有那麼高的棉短T 或是背心來當作內搭的選擇 而夏天我通常會選擇運動品牌的素衣 或是具有西式排行效果的機能背心 秋天我則會試溫度 選擇要在裡面搭博長袖 或是一般的棉短T 冬天的選擇就比較多了 高領、半高領甚至是襯衫 都有可能是我的內搭選擇 因為這些單品 內搭在帽T或是大學體裡面都很合理 為了這個畫面 現在真的靠熱死 那以上是我在四季 通常會選擇的那大款式 不過在選擇它們之前 我還會考慮四個點 分別是布料、剪材、細節以及合身度 布料方面除了基本的舒適之外 也可以選擇對應的功能性 入春時微涼的天氣 息室度高透氣性好的棉短T就很適合 在熱一點的夏天 則可以選擇息室排行更強 甚至具有快感效果的運動素衣 或是機能背心 而秋冬方面就相反過來 選擇保暖及舒適的麵料 布料方面不論是棉還是機能材質 我通常會選擇觸感偏向柔軟絲滑的 除了比較輕膚之外 還有一個原因就是 因為棉質的摩擦力通常比較高 磅束比較高的棉T就更容易堆積在腰部 就失去整體穿搭的俐落感了 至於剪材及合身度 我覺得可以歸類在同一個部分 而且同時這部分也是最能影響上身的效果 不管是寬鬆還是合身剪材 外衣的版型都記得選擇大於內搭的 注意我這邊說的是版型 因為各品牌的版型都不太一樣 很難單純用尺寸去做決定 也有可能A品牌的XL 可以拿來當作B品牌M號的內搭 因為像是我這件Nike的運動素衣 它的尺寸是2XL的 不過因為它的版型比較小的關係 我拿來當作一般的內搭使用 也都沒有任何問題 所以在選擇內搭的時候 不應該被尺寸綁架 應該考慮的是版型 但如果要用尺寸數據來看的話 我通常要優先考慮的就是 胸寬 舉例來說 我的外衣胸寬通常會選擇在60公分上下 而內搭我則會選擇50公分左右 因為除非是特殊版型 不然胸寬延伸到下擺寬度 通常不會差到太多 而且如果剛好內搭長度比較長的話 也可以自然露出內搭的下擺 至於衣長 我自己習慣抓 比外衣的長度長3-5公分左右 再往上去也不是不行 接下來就是要考驗穿它的功力了 所以這邊總結一下 就是內搭的胸寬 小於外衣的胸寬 因為內搭選擇如果比外衣還要寬的話 別說利落感了 光穿起來就不舒服了吧 簡單的說其實就是內搭版型 只要選擇比今天的外衣小就可以了 就像這件Nike Lab 跟這件LUMM的素T 我也會試情況來當作外衣 或是內搭使用 並沒有一定 而至於細節的部分 如果單純是想要把這件衣服 拿來當作內搭使用的話 第一個 我會看它是不是Teklex 無意標的設計 因為既然是穿在最接近皮膚的那一層 我就要確保它是穿起來最舒服 最輕膚 沒有異物感的 再來就是我會看它的下擺 有沒有做開叉 因為如果有做開叉的設計 在做內搭使用的時候比較不會造成堆積 同時也可以增加穿手時的活動度 而異常長度的拿捏 內搭的顏色跟全身性的搭配 則是自己可以決定的細節 這部分完全就是個人的習慣以及喜好了 那接下來就來回答幾個 我有從大家的回覆裡面 挑出一些重複性比較高 跟我覺得問的很不錯的問題 首先 第一題 這題其實我覺得還蠻有趣的 因為夏天的溫度其實已經很高了 再多大一間內搭在裡面的話 那不是更熱嗎 就邏輯來說這個說法是完全沒錯的 但這就是驚人一厲害的地方了 就我的經驗而言 其實只要選對內搭的材質 就有吸濕排汗的功能 其實能更快的將身體的熱能散發出去 穿上這樣的內搭 體感反而更舒適 我覺得這個概念其實就有點像是 在大太陽底下被太陽直曬 跟有穿防曬外套 體感溫度就會有點差異 再來 第二題 這題其實就跟我剛剛上面分享的一樣 內搭的版型選擇比外衣的版型來的小就可以了 這個概念其實就有點像是俄羅斯娃娃 小的娃娃放在裡面 然後用比較大的娃娃來包住 再來 第三題 這題其實真的沒有一定 完全就是取決心情 跟今天想要做的搭配 異常的部分 內搭其實真的不一定要比外衣還要來的長 如果我今天想要把內搭露出來的話 我的內搭異常選擇 就會比外衣的異常選擇多3-5公分左右 以我自己的習慣而言 我外衣的尺寸通常會選擇75公分左右 我的內搭異常選擇 就會在78-80公分左右 當然這個數據只是參考 並不是絕對的 還是建議大家要多試多穿 才可以真正抓到適合自己的比例 再來 第四題 這題讓我還蠻意外的是 居然不少人問 內搭的領口有沒有露出來 老實說我並沒有到那麼的在意 因為我覺得領口只要不要洗到鬆掉 或是配色特別突兀的話 有沒有露出來 其實我覺得都無妨 再來 第五題 這題基本上我自己也不會選擇 特別厚的內搭 因為我本人也特別的怕熱 所以我自己大多數的內搭 其實就像我剛剛前面分享的 都是比較偏向機能材質的 而至於太薄 怕沒份量感的話 這個問題解決其實超級容易的 就是外衣選擇有份量感的就行了 機能感的內搭 搭配有份量感的外衣 基本上應該算是穿下穿搭的絕配了 再來 最後一題 這題其實我覺得不用想的太複雜 在內搭的部分可以選擇輕薄 或是合身的都行 在外衣的部分 就可以選擇輪廓比較寬鬆 線條比較俐落的單品 好 那今天影片差不多就到這邊 希望這一集關於內搭的分享 有幫助到你們 如果沒有特別回答到你們的 或是明的解釋清楚的 可以在下面留言跟我分享 那記得 好了IG 訂閱我的頻道 我是俄樂 啊 說到這邊 冷夢的新品已經上了 我們 下集見